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这三个类战 他负责 怎么去负责自己的东西啊 我这样来 我这上面是不是写一个 我这么 新建一个什么的 就叫 来的就行啊 来 这是 第19 下话 现在没几了 03 是不是啊 cla s class lo ader class loader 出张 来 我这里面咱们写一个 车子类啊 你有一个 class it 黑马 lo ad 测试一下 写个慢方法啊 我测试谁呢 咱们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rt 假价 随便找一个类啊 随便找一个来 找个谁呢 随便找一个吧 这里面 brish 招操呢 叫 k k ky ky 叫 内部 是不是这么一个类啊 是不是啊 这么一个类啊 来 dr class 是不是啊 dr 是不是 get class loader 是不是啊 是不是得到一个叫 class loader啊 叫cl 能用这个吗 我们这个类一个型是不是 得通过这个classloader 把这个文件 把这个 这个class对象加载到内存呢 通过的就是它的 我们同意吗 当然 咱们以前说 class 咱们说 stu 啊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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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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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师傅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class啊 c 师傅们 那我这个都 怎么是 啊 我这种语法都已经得到一个class了 为什么还用它呢 亲人听我说啊 你这个stu 是不是放在咱们那个classpass下面了 他默认会找的呀 你 同意们 你这个是不是没写比较classloader 是不是没写啊 他也能得到这个class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呢 你这个放到classpass下面 同意们 这里面是不是默认有一个叫 应用程序的APPclassloader 是不是会自动去调它去 所以他就给你把这个class对象给你产生了 这么说能理解啊 你不掉他一样是不是默认就他呀 那么咱们说这个同意们 这个类是谁掉的呢 我们是不是把那classloader拿到啊 是不是啊 把classloader拿到我输出一下看那classloader 是什么东西就完了呗 是不是同意们 你怎么知道是闹呢 得看到了是吧 挺早的 确实闹 确实闹啊 为什么是闹啊 因为它是不只算 确实啊 确实不咱们这样来 点 get class 点 get 内蒙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类啊 我是不是得到一个类加载器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个加载器的名字 看它到底是哪个加载器呀 空的是吧 还得抛一 能好是不是那个 是不是空的呀 那空的得不到 还真正得不到 这个得不到 这个得不到原因同意吗 因为它这个底层不是加载器的啊 这个boot 只在把底层cc写的啊 这你得不到 c写的啊 c写的 嗯 其他可以的是不是啊 看这个来 咱们是不是可扩展的这个加载器啊 来扩展加载器咱们把这先注释一下你们啊 哎扩展加载器扩展的这个类加载器在哪包里呢 咱们刚才是不是找了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随便找一个来 来 来 这肯定是谁好不好使啊 好使是吧 再点 class get class loader 哎 get get class loader啊 是不是这个 访问是不是一个class 哎 等会儿啊 等会儿等会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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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让我可乐他一个呢 差别了吗 嗯 等会儿来 还不认识是吧 哎呀不认识 看看看有别的没 看哪个是 这是吗 这是是吗 这个多来吧 咱们 get class loader 他不认识了 哎呀这包是在这呢 什么代表人啊 来AESCIPHER 这他这就是 就是打不了 我看别的 别的应用呢 看外不像我的啊 等会儿来 我这个 再写个来 task的 来找一个 AESC叫什么呀 IPHER 哎这好纸 他到底来了是不是啊 那这样来吧 点儿class我把干啥那个咱们都弄进来吧 我刚才写的是这类里面呢 这个这个是闹纸啊 放在这吧 就关掉了啊 来他是不是有点儿class gat啊 来 点儿gat class loader CX啊 咱们输出一下看这个东西啊 看一下来 是不是太出来了 你看是不是这个 哎 是不是扩展那个class loader啊 这个啊 来 注射掉 再来 咱们是不是有自己写的 找一个自己写的 我自己写的类啊 说这个 嗯 stodnt 我就是这么一个类啊 这个类品们 是不是将来要 部署的那class 下面 是不是啊 这怎么写的 说这个 stod dnt 点儿 class class.get class loader 仿了一个class loader啊 数数加 c app 是不是啊 是不是系统 那个class loader 这么个东西啊 这是那个 咱们不同的这个类 是不是又不同的这个class loader 来加载啊 这样啊 各自记得 大家注意问题 就注意什么问题啊 你要注意这个 咱们自己写这个类 要放在哪的问题 是对吗 你别乱放啊 别乱放 他一定咱们是不是 首先上class pass的路径下面找啊 你要放错地方 所以有同学把这个 放到这个项目下不上 src都不放了啊 他把这个类 放到这个项目直接放进去 你说能找了吗 不好保持 就不好使啊 那 这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来 这个 也不停了 直接咱们讲 说severlite 行吗 severlite它是怎么加载的呢 咱们看一下 行不行 找一个severlite啊 这个来 我就在这里面输出了 输出什么呢 听说 我是不是severlite 代摸1啊 这次也行 没错 来 差点class 再点 get cris class loader 我是不是得到这个severlite 的class loader了 是不是 severlite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severlite class loader是吗 它里面有好多的东西 都有哪些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来 我现在这样来 咱们几个循环 我循环什么呢 如果cl 点 parent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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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get parant 反映值什么呀 是不是还是class loader啊 对不对 如果要不等于弄 是不是说明查找到了 那我们就s1输出 cl 点 get class 点 get 内部 我把这class loader的内部弄出来 是不是 然后呢 cl等于 cl 点 get parent 是不是 我 朋友们大叔 这个是不是立即往上掉啊 现在是当前这个severlite 它跌 是不是 它取到跌了 就把他跌输出 是不是 然后再把他跌的跌来付给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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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跌付给他 是不是 然后他跌再跌 付给空咱们就再数数 是不是 哎 最后到最顶层是不是就没了 没就结束了啊 那最顶层是谁啊 当他没了 当他是没了的时候 就是不设止转了是不是 就没了啊 那咱们把这个重新啊 咱们部署一下啊 重新部署 重新一下啊 我们访问呢 是不是还是这个severlite 再谋一啊 防他 来 看一眼啊 来 走 那 是不是出来了 这里面说第一个 是这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谁啊 我弄错了 第一个是这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这个 第三个才是这个 是不是 先通这个 这个是 咱们这个是不是 这是 这里面是不是 系统的这个 下边这个你认识吗 不认识 这个你认识吗 万一批是可爱走的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这个是咱们这个 是不是杀 杀类加爱系里面最低的这个 其他那两个是什么呢 他自己写的扩展的类加爱系 能理解吗 他自己写的那个类 扩展的类加爱系 这两个啊 这两个类加爱系里面 扩展的是他执行的是哪个包里面的东西呢 我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把这玩意给他删掉 我把这个删掉你们 我就输出这个是不是啊 我输出这个这里面打印的消息比较多一些啊 那这个啊 我就已经截图了在哪了啊 刷下边了 刷这啥东西吗 刷这啥呀 意思是为 这俩都是他自定义的 这是不是负集那个啊 这俩自定义的 一定要实现这个 计程塔啊 太行 那么咱们看看 我这个咱们重新 我重启一下啊 服务器 你想个问题对吧 这个咱们的应用是不是 就是lab里面需要添加其他加包啊 嗯 是不是啊 我才没有加包 那咱们class pass 是不是里面还有咱们自己的累啊 那他现在先加在我们的累呢 还先加在他lab里面的加包的累呢 是不是一个问题啊 你看一下看怎么看的啊 我再访问一下 来走 哎出来了是不是啊 看看来 这个外面于class load 是不是啊 找的是咱们当前应用是不是啊 当前应用的下边是什么啊 web一放的classes 这是谁的呀 classes 那我问你 这个是 这个是谁的 对 同学们 他是不是没说那个lab啊 对不对 lab在下边的同学们啊 这个 这个是啊 这个lab的啊 同学们这里面这些个 是不是他 第一个是不是他自己扩展呢 然后是他自己的啊 这怎么出来两遍呢 先先不管他啊 同学们大家看这个已经出来 他加载人 加载人是不是 我们自己写的class pass 是我们自己写的累对不对 他加载完之后 才找他自己的那个lab包里面那些个 加包的累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什么 没讲 同学们 我们src里面所有的类最后部署 是不是到这个web一放的classes 加那 对 那也就意味着他先加载谁啊 是现在加载我们写的那张吗 对 然后找谁呢 再找lab包里面那些个加包里 lab包里面是不是好多架啊 架里面是不是全都是可可可拉怎么建 还是加载他 先加载我们这个 然后再加载他 能理解吗 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 往下导同学们他还有 是不是还有这个 是不是啊 这咱们好像看不出来啊 我告诉你 这个lab包加载完之后 才加载谁呢 咱们趟他的服务器是不是也有啊 他才加载咱们趟他的服务器里面 他自己的那些lab包里面的东西 就是他自己又来了 他才加载这里面的东西 你比如说咱们自己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叫 sowline 是不是sowline API啊 看不看到 他会接载我们的类啊 接载完我们的类之后 才找这个sowline的规范东西 看不看到 这么回事啊 这么回事 是不是还有人们说那个什么 c3 cdbcp 是不是都后加载啊 后加载 先加载我们的啊 所以大家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对吗 你就大家了解也行 我要 我要让你知道 你写个类入境不是瞎放的 那对不对 那对不对 你家都给放的 你写类放的lab包里 那是什么呢 对不对 听听的问题对吧 啊 那我再说一个问题啊 来 这个你就知道行吗 来我再说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写个类啊 我这哪里写呢 我在这 在这写吧 来 说 cla class 这个a啊 a 那么然后 e d s t n d s t n d s s t t 10 b 那那里写吧 我这么写的啊 听我说啊 我这么写的 他这个执行设计怎么执行呢 听我说的对方 他首先他肯定自己不找了 是不是对方 我说什么事啊 这么说咱们留意数据啊 首先咱们这里面是不是要找这两类 他找吗 他不找 他是不是要告诉他爹 他爹找吗 找他爷爷 他爷爷上这里面找 找不到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回来让他自己找他 假如说你把这两类类 放到这了 他是不是能找到 他找到谁啊 他找A还是B呢 他呀 他呀先找A 他找A 他找A 找到A之后是不是还有B 他找B 他找吗 不找 找他爹 找他爹找对不对 他爹找找不找找 没找找找不找 要自己找 要自己找 那么这里面大家注意啊 我这个数据啊 我这里面他没找到 是不是从2开始找啊 然后这里面到到哪了到这的时候 是不是他去找自己那个A 找到A之后 找B 他是从1开始吗 不是 不是 是不是直接从他上面开始找啊 找不找再回来 能看见那四路面同意吗 哎 从这找找到这 找到再回来 找那个B 能不能同意吗 这么回事啊 那我问你同意吗 我问你 我这位咱们是不是实现 咱们继承叫HTTP SERVRET 是不是同意吗 是不是这么写的 这么写的 我问你 你写的这个classA同意吗 你能不能把这个类放到这来 能不能放在这啊 你写吧 我们这里面他不找他往上找是不是啊 他找不着你们是不是到这来啊 他是不是找那A啊 他找A 你把类检查放这里面 是不是找到了 找他是不是找你B层那个负类 他是不是从这开始往上找 他能找到吗 找不着 然后下来了是不是啊 下来是不是商店里面找 能找到吗 你这个HTTPSERVRET是谁姐 是不是他们看的 这不服务器里面的规范 他跟你是这话的 都可以同意吗 商店里面肯定找不着 怎么定 找不着了吧 他能价来吗 同意们 吓不来了 我们刚才说A和B的过程 是不是他找不到 是不是抓一圈 他根本不是从 再回来同意们啊 从这找找到A同意们 是不是啊 A要找谁呢 是不是他实现的 继承这AEB搜战 是不是找他爹 让他爹找啊 他爹肯定找不着AEB搜战 他 是不是回来了 说我找不着你还自己找啊 注意吧 到这能找到 就找到找不到 可拉粉刀的放在一个单纯 就完了 那你听我说啊 如果说从这开始找找一圈都没得到 是不是再回来啊 是不是啊 如果说你找到其中一个类同意们 从这找到了 是不是啊 然后找下一个类的时候 是不是从这就起点了 往上找到你们 他找不着回来就到这就往事了 能找到就加点 找不到就直接可拉粉刀的放在一个单纯 他不往下走了啊 你这是地层关系啊 是不是只能往上找啊 不能往下找 能听不懂的吗 所以咱们这里面说什么意思啊 你写这个类同意吗 你写类 你只能放在哪啊 他能夹在可拉粉刀的有效率性下 对不对 你要把它放在上一级同意们 那你记得那个类 是不是直接他也找不着了 完了 就跑一场了 是不是啊 是他的轮人吗 是他的轮人不离开那一半 是他的轮人不离开那一些 他就能快乐